欢迎收看本期猪猪妹说电影 我是可爱又高产的小猪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部宅男漫画家被美女当场下失禁的故事 影片开始 咱们的女主人公翠花在雨中行走着 而她这一次的目的地就是去男主狗蛋家里 原来翠花是被狗蛋的编辑介绍来当助理的 而她的任务就是协助狗蛋完成漫画 狗蛋见翠花如此可爱 瞬间便心生喜爱之情 为了给翠花留下个好印象 于是便马上跑去洗手间打扮了一番 当狗蛋回来后便开始偷偷的画翠花 然后狗蛋还让翠花提供一个恐怖故事来作为漫画题材 没有办法 翠花只好讲了一个关于自己好朋友的故事 她这位朋友名叫二鸭 二鸭由于长相丑陋 所以同学们都称她为魔女 但是心底善良的翠花却并不嫌弃她 而且每天和她一起玩 直到有一天 学校里的兔子突然丢失了头 尽管这件事情被怪罪在野狗身上 但是翠花却总感觉是二鸭做的 可事情还没有查明 翠花的父母就被调离了工作 就这样 翠花便跟着父母转学了 直到今天 翠花在前往狗蛋家的路上时 有人叫住了翠花 对方表示自己是翠花的同学 并邀请翠花去了咖啡店 两人的交谈过程中 翠花也知道了对方就是二鸭 二鸭从小就被家暴 所以有一些暴力气象 中学时 在父亲的各种嘲笑毒打后 二鸭用剪刀直接杀死了父亲 并且二鸭对于翠花转学的事情非常不爽 她一直认为翠花抛弃了自己 听到这些话后 翠花顿时毛骨悚然 于是便干净离开了这里 故事还没说完 门外却忽然来了一个人 而这个人就是介绍翠花来当助理的编辑 翠花看见客人来后 便迅速去了洗手间 可是就在此时 编辑却问狗蛋说 刚刚那个女生是谁 对于这个问题 狗蛋很识不解 于是便反问编辑说 这不是你介绍来的助理吗 此时电视上播出了一条新闻 原来翠花的尸体在咖啡厅被发现了 而且人头不知去向 不仅如此 监控上还录下了二鸭的笑容 一时间狗蛋瞬间明白了一切 于是他便准备带着编辑逃命 可是这时二鸭却从洗手间出来了 而且他还说要请二人吃顿好的 紧接着二鸭便拉开了带着血迹的袋子 而这一幕刚好被记录在漫画书中 看完记载点关注 猪猪魏在评论区等你哦